带着社工走进游姓妇人所谓的家 一顶帐篷一住就长达五个多月 六十多岁的游姓妇人走路小心翼翼 因为她视力只剩下零点零五几乎全忙 夫人因为糖尿病眼睛出现状况 丈夫过世后又被夫家赶出家门 她只好搭车回到故乡新竹坚实 仍然没有可以安顿的地方 不过生活困境终于出现熟光 说服团体志工徒手搬家具 其中还有人走路一搏一搏也要来帮忙 这边忙着清扫天花板 这头忙着刷油漆 新竹县社会处接获通报 委托中华照顾者关怀协会 帮富人找一个家 那我们协会呢 这边呢也会提供奶奶两年的租金 还有社工会介入来与恒山中心的社工 一起协助奶奶无论就医或是一些用餐 我们的无家者其实曾经接受我们的帮助 这次也来回归来帮助社会 期待是我能把我的眼睛治好 来做爱心给人家 社会处和民间单位合作 帮忙找遮风党女的地方 由于富人积欠多年劳健保款项 县府也会帮忙申请暂缓清偿 解决富人就医需求的问题 近新闻徐惠美王仲军综合报道